流亡海外20多年的六四异见诗人北岛 日前首次获得中共当局的邀请回国参加活动 有评论认为中共当局这一次让北岛回国 实际上是想要通过这种所谓的招安手法 分化打击其他的异议人士 同时也呼吁北岛不要再上中共的当 北岛原名赵正开1949年在北京出生 是当今最受国际认可的中国诗人之一 他曾获瑞典笔会文学奖 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 古根海姆奖学金 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等荣誉 此外北岛还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 北岛因签名支持学运 被中共列入黑名单 而流亡海外曾旅居七国 北岛在8月8号将以嘉宾诗人身份 出席当局举办的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那么外界对于北岛的这次回国有什么看法呢 因为这无所谓好事这肯定就是共产党一种同战政策吧 但是北岛这个个人的情况 就是说他几次回去好像有一些人想抗战他 但是另一些人也不让他占领他 就是每一次好像都是不成功 估计朋友们也都估计说这次可能也是不太会成功 1994年 北岛曾经想要返回中国 但在北京入境时被遣送回美国 2001年10月 北岛获准回国为福奔丧 北岛曾经披露 他当时回国受到严密监控 不能离开北京 如果有特殊原因要离京 需要特别审批 自从2007年北岛来香港任教后 一直比较低调 被外界认为远离政治 并尽量避开对大陆敏感话题的讨论 目前流亡台湾的内地意见诗人贝林 对于北岛这次回国 他指出 中共当局一贯要流亡者下跪才准回国 他们不但区别对待 还要你签订协议 保证回去不涉及政治活动 今年被领层数度回国 但每次都在海关被拒入境 并且被原机遣返 而六四后流亡美国的意见学者刘在富 在低调多年后 也获得邀请回国奖学 就是把反对的一家人士来百花瓦解 把那些他们认为那些可以争取的人 让他们一回国这种有耳能 让他们回去 来奋侍他的派遣 所以我们所为我们一家人士来说 应该认清中共的这种贼念物 不要刷他们的账 不要做他们的同价的工具了 近年来 中共频频随意剥夺 境外意见人士的回国权 诗人贝林 履寄欧洲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奇 已入籍英国便持有回乡证的作家马建等 最近都被拒回国 王若旺 刘彦斌等知名文人客死他乡 香港《苹果日报》评论认为 北京当局扭曲绑架了中国人的回国权 而这也激起了中国人 以波波的争取回国权行动 2007年 为了帮助流亡海外民运人士回国 我要回家运动成立 2008年 王君涛 王丹 杨建立 胡平等 发起争取回国权运动 新唐人记者刘慧 王子齐 王明宇 综合报道 本集完 本集完